大家好,我是三成道长 今天呢,我给大家做一个非专业的开箱 年前呢,其实上我就一直想买这个 Almost Pocket 但是呢,就是当时因为种种原因嘛 然后我没有下定决心 并且就是当时我在无论是哪个平台上看 然后哪个商城上看,它都是要提前预定的 所以说呢,当时我觉得没有现货 这事儿比较坑爹 所以说我一直也没下手 然后呢,就是前两天呢 我就一咬牙一跺脚 然后从京东上下个单 当然了,这个中间它还是没有现货 然后还是需要去采购 完了以后,这个昨天到的 本身昨天就打算给大家开箱 但是没有那啥 咱话不多说,就开始 这个就是,当然了 我也就不想说他们那个公司了 你想想 哎呀,这这么高档的一个东西 完了以后,直接连个盒子都没有 咱先把它撕开 这个看起来还是不错的 这个外观看起来很精致 很小巧 那咱就开箱 那咱就开箱 上边滑开 哎呀,这毕竟来讲不是专业开箱嘛 所以说 好了,打开了 这上边的话还有 还有一个 这个贴纸 让我先把上边那个贴纸划开 然后下边也有一个 这个的话就打开了 然后 这个是 这个是它什么 那个 那个什么 啊,这个 这,哎呀 这些东西没啥用 先撂一边了 然后咱就开始 打开这个盒子 这个机器呢 比我想象中要小很多 因为之前的话 我只是看别人评测或者啥 我并没有看过真机 没想到这么小 这个先放一边 咱打开它这个 配件盒来看一下都有什么 当然了,这个 说明书 扔一边 然后有一根 这个 手上的这个 这个 这个 鞋带的这个 比较方便的这个线 然后咱再看一下 它这个 小配件 一个 Type-C的接口的这个数据线 啊,充电线 然后呢 这两个转接头 一个是Type-C的转接头 一个是 这个苹果的转接头 当然了 我的手机是华为的 Mate 20X 所以说我这个就可以用 但是如果说你的手机是 普通的就是 那个安卓手机的话 那你可能需要转接 就再配一个转接头 这个我马上要用到 所以我先打开了 然后 咱底下的话就 准备开机来试一下 把这个转接头 接上 当然了 它这个还是比较稳当的 然后 把我的手机 插上 哇塞 这个好像貌似 我还得先把这个手机壳 去掉 因为这个话 好像 好像 有手机壳的话 它插不紧 我来试一下 这样就接上了 然后开机 这个开机的话 就是长按 中文 设备的话 就是说 先要激活 我看一下 这个怎么来激活 我是不是要下一个软件啊 这个好像我咋找不见 它那个客户端呢 让我看一下 让我看一下 它这个说明书 应该是这个APP吧 然后我扫一下看看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这个毕竟新开的香吗 然后 不知道 扫一下看看 哦 对 是 就是就是就是这个二维码 然后的话 我 扫了以后 我看一下 我安装一下看看 但是它这个客户端的话 提升也不小 这波吗 122兆 非常大的一个 客户端 然后我打开 我打开这个 嗯 诶 装哪了 哎 还得重来 好像刚才弄错了 这个误删了 然后重新 重新 重新下载 这个客户端 然后大家稍微等一下 哦 对 刚才就是 删错了 然后咱就先把这个客户端 装上 啊 好了 完成了 然后的话 咱就 打开 客户端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嗯 这个 我 啊 现在这更新 然后启动 这个 呃 这个点击连接设备 然后 这个 我看怎么激活 因为这个的话 就是说 哦 对 先注册 先把手机号 输进去 嗯 哦 对 刚才 刚才 点的不太对 然后的话 就说这个 现在的密码 好像升级了 就必须是八位 并且就是有数字 有字母 然后注册成功 嗯 当然了 我就直接登录了 登录了以后再给大家看 因为 嗯 有些信息呢 就说 虽然说 我不建议大家看 但是还是小心点好 登录 大家看一下 啊 登录成功 嗯 然后的话 我看怎么样激活 这个是不是 啊 我说呢 重新开机 哎 设备咋 哦 好了 好了 终于出现这个界面了 然后 就是说激活它 嗯 并且的话 允许就是USB连接 然后我就用我这账号激活它 就可以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激活当中 然后现在的话 就是 嗯 嗯 我看啊 啊 然后激活成功 当然咱看一下这个新手 然后 首先的话 它必须 这个拍摄前装上SD卡 完了以后呢 就是说长按 就是开机和关机 就是刚才我按的这个键 然后按一下的话 就是切换拍摄模式 返回上级功能表 按两下的话 就是云台回中 按三下的话 就是切换相机 它这个摄像头的前后的这个方向 然后呢 这个 这是录影的 按一下 就是拍照或者录影 返回 或者是返回顶层的功能表 这个手动 手动或触控整台云台的角度 就是我可以直接就是手动 也是可以的 然后呢 就是说滑动 点击获得各的更多的功能 就是说它这个小的这个屏幕 然后的话 也是可以手工来操作的 就是录影的时候 就是说咱这个底下的麦克风 是不能遮挡的 要不的话 它影响就是声音 这个就是说 它所有的这些 当然它有这个全景拍摄智能 全景拍摄智能跟随延时 等等这些 然后咱就不看了 直接就是进入 当然了这个我还暂时没有插入SD卡 我先 我先直接把这个SD卡 然后插进去 这个SD卡的话 也是我在京东上当时买的时候 然后一起买的 等于是一个套餐 大家看一下 就是三星的 三星的就是这个128的这个大内存 我先把这个内存打开 我好久 好久没有用过这种 没有拆过这种内存了 然后的话 我先把 我先把直接这个 先把这个内存卡插上 诶 这个 好像 哦 好的 然后的话 我再一次把这个 云台插到手机上 现在 现在的话就说 这就可以了 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说 诶 设备已断开 啊 好了 这个已连接了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手机上显示 这是电量 完了以后呢 这是SD卡 它可以录多长时间 这些 这个 这个的话就说 操纵这个 这个 这个滑杆 然后可以让这个云台的 这个摄像头 来回滑动 当然了 我还是先要把 它这个摄像头上的 这个镜头纸 还有就是 它这个屏幕上的 这个保护膜 给接掉 这样的话 就说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 就是摄像头上 所 显示的 很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不 它这个 瞬间呢 它就 就是我 翻击了三下 然后的话 它就 这个 转了个头 转了个方向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不 这又切换到 我这边来了 这个的话 还是很方便的 当然了 我 这个 因为毕竟是 非专业开箱嘛 所以说 直接就说 我只是给大家 来展示一下 这个 然后呢 但是就说 这一块的话 连接倒是很紧 但是呢 就是略有晃动 所以说 基本上 平时如果说 是连接手机来用的时候 这一块的话 一定就是要保护好 当然了 就是 这个 咱就不得不说 大江它 这个产品了 它这个产品呢 就是哪都好 但有一点 就是 它的配件 太多太多了 你比如说 刚才咱说 手机在这上不稳 然后它是 也有一个 就是配件 是专门来卡着手机 这边连着云台 然后让它 不会乱晃的 你比如说 咱这个云台 如果你录的时候 你要让它 就是放到 一个地方的时候 当然这个 直接放到那 也可以 但是你直接 放到那的话 你有可能 遮到了 它的这个 麦克风 所以说 很多时候 你要 你要直接 就是说 那个买一个 就是 这个架子 当然了 你卡到衣服上 你可以买一个 就是那种 然后如果说 你需要那个啥的话 你就需要 那种 当然了 具体 我也不太懂了 当然我这个研究一下 然后 我 就是来 录一段视频 然后让大家来看一下 就是说 这个 云台 它 录的 大家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就是我用 这个 摩斯 Pocket 然后拍的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很稳的 没有 就是像咱平常用的 那个 就是乱晃的那种情况 当然了 我再转个方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瞬间就切换过来了 这个效果就是这样的 然后 我会 以后更多的用这个来拍视频 让大家来看一下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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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